不给他一些文字 这样子怎么样 也有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下面我针对这个怎么样来弄呢 其实我要稍微去修改一下 来看一下 我要去稍微的修改一下 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是在最后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个我们是要 要让他跨 这是第一列 这个我们应该让他跨到第二和第三列 那么这个是第一列 第二列我们应该放这个 第三列放这个 第四列是放一个空的 放一个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还不是特别好去设置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拿个六 直接就拿一个六来做个站位服务 看能不能起到一个效果 这个块还比较麻烦 直接用个六看一下效果 我每一个都给他加个六 这个先给他去掉 看一下有没有四列的一个效果 OK 这样就有我们四列的一个效果 但现在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view 似乎啊 似乎是不是 没看到啊 没看到在哪里 好像还是三列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给他伸缩一下 比方说这个input这一块 我给他设置一下 让他显示在 第二 不是 给他一个跨度 让他横跨两列 看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效果 用这样一幅还不行 这样吧 如果实在 实在是因为这块 我们只用一层的话 可能确实实现起来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还是做一点点 小的思路上的转变 我们这是一个table 我们现在就讲一个嵌套 这是一个table 我们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用个linal layout 来做一个嵌套算了 不然我们仅仅简单的 放一个障约符在这 它是不管用的 这个还是让它延伸 第二点 然后最后这个内容 最后这一块 我们把edit text 给它换成一个linal layout 设置它的orientation为水平 然后这里面再设置它的这些子元素 看看效果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设置上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设置上 它的这个 这里面的宽度和高度了 大家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慢慢正在逐渐的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就换一个 换一个 我们按照我们的这样一个布局要求 是不是也应该放到这个linal layout里面 所以我们来切换一下 也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再来看一下效果 当然我再给它设置一个margin版 margin left 等于 实力平 好 忘了设置它的那个了 宽高 我们注意 什么时候不用设宽高 只有在那个 我们的table row和table row下面的一级子元素 才不用设这个 layout的宽高 看一下效果 这儿呢 难道又是中文的意思 这个编辑器 又是中文的这个bug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小犹豫 什么样的一个小犹豫呢 我们这些内容是不是应该是又对齐的 对吧 怎么让它又对齐呢 想象一下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到没有是又对齐的 怎么玩呢 这是它的那个MarginU 考在它的楼园 MarginU MarginRight 离那个第二个那个过远 跟它设一样远 为什么你不用 为什么不用对齐属性 Gravity呢 我们用来做对齐的 用的Gravity 不是用Margin 你Margin你设它跟那个第二个靠多远 当然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生不生效还不一定 我们都对齐第一个 用得起 不是 它不是relative 它不是relative Lealto 没有参照过你说 那它往哪儿归 看一下 Gravity Ride 这个才是我们的常规的这个对齐 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忘了 看一下效果 这不就又对齐了吗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 因为看一下 它的 它每 对 我们让它在内部又对齐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TextView 我说了 它都撑满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 每个空间放在这里头 它都撑满的 跟我们那个table row是一样的 是撑满的 这个我刚才前头有点说错了 说每个空间都是warp content的 说错了 说错了 它跟那个我们的table row是一样的 宽都是撑满的 高是warp content 这是不是就可以又对齐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table layout 这样一个展示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属性学了之后 这五个属性学了 你就可以去处理掉它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对齐方式也给大家讲了一下 怎么给里头加分隔线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见到一条一条的是不是很好看啊 怎么加啊 那个肉再加一层那个分隔线 有那个标签吗 没有啊 有没有呢 有没有那个分隔线的标签呢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没有 跟我们table相关的就这俩 怎么办呢 在每一个table里边再加一条分隔线 没有那些东西 分隔线它四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它不像我们以前的那个表格 我们一天没有表格直接就有个八的这个属性 对吧 边框 它没有 我们怎么整呢 所以方式很多啊 灵活的方式有很多 我至少可以说出两到三种方式 比较典型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在这上的放一个view 我再给它放一个元素 我指定一下它的background 就是一条线 是一个颜色 再给它设置它的高度是几像素 不就可以了吗 嗯 再给它指定一个高度 layout height吧 给它指定一个两像素的吧 这基本的一个view吧 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但是这个有点丑 因为我们没给它吃margin ok 就分隔线的效果就带着出来了 对吧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些概念 怎么样去做 那么 我们再怎么实现这个表格 你说一个sell 它线都画满了的 每行每列都有线 那怎么办 那就麻烦了 那就有点麻烦了 最繁琐的一种方式 你每竖的一个线 你都作为 作为一个单独的列 给它存在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你还得把它连起来 不用连起来 它的列是自动对齐的 列是对齐的 好吧 好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不是很复杂的 没有那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上一层 再跟它的这个上 我们把它底色 设置一个背景色 然后我们在这 设置它的每个 那个type of row 最后它会留 那么一个像是露出来 同样的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通过这种方式 知道了吧 这是每行每列的 他们这个margin 你希望它留几个像是出来 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一种办法 通过检认法 OK 那么这些 所以Budder的效果 是比较纠结 那它有没有事件呢 我这里就不带大家去演示了 由于他们都是layout的空间 你不要认为 OK 上帝我要不要实现一个事件 我点一下它 取得它的内容 点一下它又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没有 你真的要用的话 你就不用这个了 你用你的那个什么 grade view去 用grade view 用那些 我们的adapter view 来实现 对不对 你想实现它里头的局 你点到某一个 你就不要用这些布局的了 这个布局的 它只是给你放着 显示用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它是继承 我们的view group 这样一类 里面的那些方式方法 就是那些事件函数 就是view里头 默认的那几个 没有增加任何一个 所以这个事件 我们就不用去考虑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的 都是显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就拿这个程序来提例 我们 我再从网上下一个程序 再有一个money 可能是金碟的 我们装一下 C盘的 money.apk 把这个apk安装到模拟器上去 有点慢 ok 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金碟的随手计 那么我们后面要练的那个项目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一个财务记账的 所以我们可以参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随手计的这个界面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论道分析 看它怎么实现 好 我们现在很多的应用程序 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都相当于都会有一个什么 ture tip 对不对 都会有一个 就是教你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帮助的小知识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这个很简单 这是一幅图 当然实现方式有很多种 我是说我自己的 我是说我自己的 这是个按钮 按钮下面我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我们的gallery 还记得我们那个图片的切换和滑动吧 gallery 然后这个gallery的单张 我让它是呈现最大的 然后所以我可以在这样子去滑动它 它这个还不支持滑动啊 支持 看到没有 就图片的gallery滑动 或者是什么呢 我这就直接只是放一张图 只是放一个图 这个图我自己去实现滑动的效果 滑动的一个事件 去切换不同的activity 在切换的过程中 有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后面学了 怎么样去滑 去自己实现滑动这样的一个事件 以及怎么样去做定义我们的这个 这个动画 当然我们用系统动画也可以 我们就很容易就来实现它 那你说商店下面这个好漂亮啊 它怎么实现的 猜一下 昨天那个玩板 下面那个图画的那个地方就行了 哪个东西 哪个东西 你叫Image Switcher Image Switcher Image Switcher是一张图 是一张单图 Gallery才是下面那个 Gallery才是一排一排的 在那手动切换 滑动切换 但是这儿是不是你太复杂了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不需要去滑动它的 你知道吧 这个地方是干嘛 是点的 不是通过滑动来切换的 我们是通过上面的滑动 下落只是个显示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个用什么呢 要是我来设计 我不会用这么复杂的 还用一个什么 那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我来设计 我这儿会用一个 Group View Radio Group 我用Radio Group 单选 它有个动态效果 有个动态播放的效果 那好简单啊 这有啥单 单选在选中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实验 都可以设置这个动画效果的呀 所以我我跟你说了 我们的动画效果 你任何的空间 任何的事件上都可以去设置的 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我们也好像 那你这样说 以后反水动画效果的 你就必须得用去 都必须得用去Gatter it了 那你不觉得这样子很荒谬吗 对不对 所以别不要陷到那个思维定式里面去了 OK 就这样切换 切换 到最后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些按钮的 用图片来代替 这个很简单 我就不说了 好 这个界面我们看一下怎么实现 论一下道 我们顺便 也可以来看一下它怎么实现 这个工具 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就不介绍 好 这个空间要实现 我们方式很多 对不对 要不然什么呢 这用个 relative layout 这 也是 直接就用一个普通的一个 这个可能 对啊 用一个按钮啊 或者用一个什么都可以 这下面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用个table 用table也可以 对不对 用个linar layout 是不是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 每个linar layout 每一行再加上一些内容吧 对不对 那这些 我们都知道 这些按钮 这个我们的工具栏吧 这个用什么呢 背景 一个是背景 背景我们用一个linar layout 或者用一个frame的 都可以 比方我这个背景 我会 我直接用个linar layout吧 直接用个linar layout 然后这个linar layout 横向的 横向的每一个 放一个图片 对不对 每个放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linar layout 我们在比达背景 设置成后面这张图片 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点上的效果 是通过selector来进行切换 但是大家注意